嗨,大家好,我是料理女王,小音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非常简单的料理 但看似简单呢,其实又没有那么简单哦 今天这道料理的灵感来源呢,是要跟大家炫一下我的刀 我最近啊,买了这一组刀,这个是双人的雅系列 真的非常的美,你看 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拿它用来做料理 那今天呢,我拿来对应的料理呢,是这个做蘑菇 非常非常简单的炒蘑菇哦 但是这个简单的炒蘑菇呢 我还跟大家分享了怎么用这个好的刀 去做这个花刀的改刀 然后让这个蘑菇看起来像一朵花一样 那再经过我们的一些香料啊,还有这个奶油跟燕烧 火焰去烧它,让它带出这个香气 那过程简单又不简单哦 一起来看吧 先来一盘新鲜的蘑菇 蘑菇用湿的厨房纸巾擦干净 不要用水洗哦 不然会吸水,就会比较不容易炒香 制作蘑菇花要一把锐利的刀 第一个方式 先用刀尖在蘑菇中心做记号 握刀的手不要动,转动蘑菇 像画圆规的方式切,就会有弧度咯 刀面跟蘑菇大约30度的斜角 角度越大,刻出来的纹路就会越深哦 清除切下的蘑菇碎 一朵漂亮的蘑菇花就完成咯 接下来帮蘑菇花点缀一下 把刀刃朝外,手拿刀尖下压 一样刀不动只转动蘑菇 这样就完成咯 第二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是手握刀柄 第二个方式是手捏刀尖 一样中心点做记号 刀不动蘑菇转 用耐心持续下去 一样完成另一朵漂亮的蘑菇花 如同第一个方法点缀中心 好美好美 第三个方法 反手拿刀,捏着刀柄根部 一样拿刀的手不动蘑菇转动 无论哪个方式都可以做出蘑菇花哦 今天要来炒蘑菇 我喜欢加一点蒜 平底锅内加一匙奶油 加入蘑菇小火慢煎 中途记得翻面哦 已经呈现漂亮的颜色了呢 蘑菇有些出水 呈现深色时加入蒜末 锅子稍微倾斜 再加入米酒 透过火焰烧的过程 灰发酒精留下香气 再看一次 加适量的盐巴 黑胡椒调味 起锅前加巴西里叶碎 翻均匀准备上桌 火焰蘑菇完成 看完了今天的影片呢 味道非常频繁 但是却又不频繁的炒蘑菇 你学会了吗 如果有任何想看的主题呢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 或是到我的Facebook IG 或TikTok YouTube都可以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得到第一手的即时资讯哦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by bwd6